看一下BMI刚刚这一题 BMI其实我刚刚提过 第一个要输入升高 不过升高有可能有小数点 因为有人很在乎点几 你看我是169.1也要 0.8,0.9 差一公分就170 那你干脆说你17045就好了 干嘛还点几 不过有人就是会有点几的这种 另外的话 所以你输入之后的话 记得你转型就不能用int 因为int 它就自动把小数点拿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记得用float float 假设我第一个变数 我就取名称短一点好了 我叫做w 所以第一个请输入体重 体重的变数叫w 本来我是打一个位置 我发现变数名称取很长 其实是为难自己 算了先取一个简单的 然后呢身高的话呢 那我就h 请输入身高 不过后面我有除以100 为什么要除以100 因为你BMI计算的公式是要用公尺 不是公分 不过我们习惯上会是你是身高几公分 那接下来我就去计算那个BMI的值 所以BMI的一个变数 它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值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然后呢 不过float其实这个外面可以不包 没关系 因为反正它这个已经是浮点 你多包好像多余 OK 好 那把BMI计算完之后 你可以print它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到这边 print它 OK 那底下呢 我先把后面的这些都注解 我讲过 注解其实 我等于是刚刚我已经写了 不过如果说 我要先把它注解不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哦 注解一般是在前面加什么 加紧字号 对不对 可是底下有这么多行 那你总不可能说一行一行慢慢注解 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诀窍 如果你要底下这些全部注解的话 选取它之后 按下Ctrl键 Ctrl加斜线哦 斜线是那个 什么右上到左下哦 右上到左下 竹有没有 竹那个 键盘上竹 竹子的竹那个 Ctrl加竹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把底下的程式全部都注解了 OK 注解意思说底下不执行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BMI 如果待会呢 如果说你要让它能够执行的话 很简单 再Ctrl加斜线一次 它又取消注解了 OK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哦 OK 那书里面有 书里面注解啊 好像要打一个扶 不过后来我都忘记了 干脆就记这个就好了 OK 这一种方法最简单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呢 我先把BMI先算出来 所以 假设我执行 身高 体重 体重的话 随便输入65公斤 身高的话呢 假设是175 OK Enter 好 它就输出了 不过呢 这样输出的BMI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只有BMI 你没有评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评语可以帮我做出 长得像这样 底下有一个 像这样 输入 输入完之后 BMI双语号 然后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并且呢 可以换行 所以刚刚有提过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BMI前后加双语号 还记得吧 什么 反斜线 双语号 你才有办法输出这个 换行的话呢 反斜线加一个N 就是换行 那你要加在这个里面 OK 另外有一个问题 如何让你的 这个计算结果 取到小数点的 第二位 那其实以前的 以色列里面 各位应该有认过 RUN的函数吧 RUN的函数 然后给它持 0.2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格式化 有没有 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二位 都可以 在那个 我们Python里面 一样 也可以这样做 只是说要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第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 先计算到这个BMI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因为我们根据刚刚 在网页上面看到的 如果是小于18.5 过轻 标准 过重 因为是知道 这个重度肥胖 我们就把那个逻辑 分别写 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说 我要怎么样解决 刚刚BMI 而且最后 可以把它变成 长得像这样子 双引号 所以我们慢慢要 做一点事情 那怎么做 第一个 BMI 所以我先要 print这个地方 所以BMI 那我应该什么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BMI BMI 然后我们这个 最后的结果是 有个冒号 然后把这个BMI 放在后面 所以呢 我就冒号 但是呢 因为我BMI 要反斜线双引号 反斜线双引号 现在要把它双引号夹住 那另外的话呢 还要串接 加一个string 转型嘛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该怎么做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在 给这后瓜糊加一下 好 要不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round 你可以在 BMIT算 的公式 加一个 R O U N D 前瓜糊 移到后面 加一个 豆点 2 后瓜糊 这样子 如果你加一个round 然后呢 豆点2 表示说 我要取得 它里面的值得 到第二位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已经很接近了 这边资金 然后刚刚的体重 65公斤 刚刚175 175吧 Enter 好 刚刚呢 诶 取到小数点的 有没有 不过冒号应该 冒号应该放在这边才对 放错位置 放这边 好 然后标准 不过我最后希望怎么样 希望可以看到结果是 评与冒号 过重 诶 那我要怎么做 有没有 前面可能要加一个评语 但是呢 如果 我这个地方 假如说在每个评语的前面 加一个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这样好像有点太多语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评语冒号 只要做一个 那我该怎么放在它 正确的位置上面 这边应该 我们可以在这边后面串吧 可是你要怎么 串一个加 平语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是 打一个平语冒号 平语 然后冒号 但是呢 要换行嘛 所以在平语 冒号前面加什么 反斜线 这个就是等于是 反斜线 就是一个换行 反斜线 n 诶 书入法有点怪怪的 平语冒号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 可以 可以放行 然后并行 但是会有个问题 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地方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65 然后身高的话呢 175 end 它已经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啦 就是啊 平语冒号 结果啊 这边多一个换 又多一个换行 那特别注意啊 为什么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因为printer本身呢 它只要输出之后 它最后一定会帮你换行 如果你这个 最后那个换行 不要出现的话 有个方法 你就怎么样 逗点 请你在那个printer的 后面加一个逗点 然后跟他讲说 我最后那个换行 不要了 最后 最后什么 最后打个end 等于不要 没有东西的话 就装 换号两个 OK 如果你打一个逗点 双银 等于双银号 这个意思就是说 空字串 意思就是清楚啦 清楚我最后那个换行符号 那这个时候标准 这两个字就会上来了 OK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最后我加一个 这个 然后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65公斤 然后因为有run得到 小术远第二位 所以end 好 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我要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 BMI 帽号多少 取到小术远第二位哦 然后换行 换行在这里 好 然后评语 帽号 标准 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 这个地方 会多需要有一个 把后面 print本身 带的那一个enter 把它吃掉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将来 你要输出的时候 你要懂得 你想输入那些字串 怎么样去串 然后怎么样运用那个 去掉后面的换行 可以让它接在后面 用那个 反斜线跟增加换行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 反斜线 双引号 去输出 那个双引号 刚刚有提过 OK 试一下 这些东西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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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